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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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没有装水 也没有连接天线 我们把门卡 起下来 刷卡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刷卡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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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锁 刷卡开门 刷卡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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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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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冲泡器还有另外一种冲洗方法 点击机器 点冲泡器 当冲泡器图标弹出来以后 点击第二项 冲泡器尽量点开始 然后关闭 再点击第三项 开始 然后用干净的毛巾 把冲泡器玻璃网擦干净 上下都擦干净 擦干净以后 OK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阶低水盘的清洁已安装 首先把低水盘轻轻移出 把这个罐子 沸水罐 还有沸水传感器移出来 拿去清洁完之后的托盘 低水盘 低水盘这儿有一个磁力感应 这边有一个磁力感应器 它是一对的 装上去以后 要装好了以后 那边才能感应来到 所以说才不会报警 如果你装偏和装不到位的话 这个磁力感应器 它是感应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装好 装好以后 这边机器上才不会报警 像这种水泵 一直在工作 水上不来 然后泵里面有空气 怎么去排空气 首先我们先把泵的电源拔掉 然后把净水阀 抵到底 然后把净水阀的管子拔掉 把水泵电源插上 让它排气 一直排 直到 直到有水 一直不缺断的时候 OK可以 然后把电源拔掉 把这一堂插到净水阀 再把水泵电源插上 然后抽水 这样的话空气就排出 就可以上水了 当我们用门卡刷门的时候 刷不开 门卡板坏了 再加上网络也无法连接的时候 后台也无法开门 或者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门下锤 开不了门 那我们怎样去打开大门呢 首先我们就要从机器后面 取下配的钥匙 然后用这个钥匙 来打开大门 首先就要先把装饰板取下来 用钥匙 从门的底部把锁打开 我们用笔或者什么东西 用力往上顶 把门打开 打开以后 更换门卡板 再关上门 刷卡 门就可以开了 如果是门下锤的 首先我们要调节门 先把门的定位螺丝 松掉取掉 然后再把大门的挤颗 锁紧螺丝松掉 都松掉 松掉以后 用左手拖住门 抬起来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位置 然后锁紧一颗螺丝 然后轻轻关一下门 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其余两颗螺丝也锁紧 同时把定位螺丝也锁紧 然后把门关上 看一下门两边的距离 左边右边与门框的间距 符合要求 当出现黑屏和触摸屏 散动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把门上面的这块板筋 盖板拆掉 然后把电源关掉 把板筋慢慢取下来 取下来的时候扶着一点 然后把USB延长线拔掉 一定要记住拔掉 要不然的话直接下来把USB口直接 拉坏掉 黑屏的话是触摸板到 然后把USB的这条线接触不良或者是有问题 然后拔插一下或者换到另外一个接口 开机 看还会不会起来 还会不会黑屏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12V电源 给显示器驱动版 这接触不良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接触 然后插上 然后插上 开机 如果起来的话就OK 平散的话是高清线接触不良 把高清线拔掉 然后重新一顺 然后插好 开机 正常以后所有问题排除 用门卡刷门开不了 门卡板坏 更换门卡板 拆开盖板以后 把读卡器线拔掉 然后把门卡板两个螺丝松掉 松掉以后换上新的门卡板 换新的门卡板 一定要在底部贴泡沫棉 要不然会造成短路 然后装上 把读卡器线插上 上电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红色旋钮打开 然后把搅拌器本体拿出来 把扇盖取下来 把水管拔掉 然后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搅拌器 出水孔 有五堵塞 如果有堵塞的话 拿个一次性筷子 或者螺丝刀 把它捅一捅 捅松以后 拿去清洗 清洗完以后 把搅拌器 出水管插上 搅拌器上盖盖好 把搅拌器本体 装进去 装进去 然后旋转红色旋钮 旋钮 旋钮去 这时候 路由器信号不好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 路由器接收天线 看有没有断掉或者破损 如果没有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试机卡 看是流量有没有差 或者卡有没有被锁 这些都没问题 我们可以 用一台电脑 连接 用一台电脑 拿一条网线 连接我们的电脑 看路由器 能不能上网 如果路由器不能上网 证明是路由器有问题 如果路由器能上网 那就是这边机器 可能 史达满有问题 这样的话 确定了 是哪个的问题 史达满有问题 更换史达满 重新输入机器号 连网 可以 如果是路由器有问题 更换路由器 如果路由器也没问题的话 4G卡有问题 无流量 然后更换4G卡 4G卡锁了之后 可以要求 后台解锁 如果是天线破损 可以更换天线 当我们做产品的时候 机器爆 油素各地 这时候 我们要清洗 冲泡器 冲泡器 可以手动清洗 也可以机器清洗 清洗完以后 还是不行 那就是咖啡粉太细了 这时候我们要调 研磨器 先把研磨器 挪挪松掉 在原油的基础上 调松 一到两格 调好以后 把研磨器 挪抹锁 然后可以测一杯粉的重量 第一杯粉不要接 跟酵研磨器一样 测一下粉的重量 粉的重量合适 然后做产品 做出来的产品 牛素可以 不再报警 即OK 在做产品过程中 出现锅炉味连接 怎样去处理 一般这种情况 是由于锅炉温度过高 SGB跳起 这时候进机器后台 输入权限 1901 进程序 锅炉排水 把锅炉里面的热水排下 让它上冷水 冷水进去以后 可以降温锅炉 水排完以后 把门关锅炉 把门关上 然后再进程序 再锅炉排水 再把锅炉里面的热水 清掉 让水泵上冷水 锅炉排完以后 锅炉排完水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电关了 开门 然后开门把电源关掉 把后面的电源插头也拔掉 把尿和板筋取下来 把尿和板筋螺丝松掉 然后能看见锅炉 锅炉上面有两个STB 由于温度过高 STB跳起来 我们把电源扒掉以后 就可以用手 直接把两个STB按下去 因为之前我已经把锅炉里面的水清空 让它上了两次水 锅炉现在的温度没那么高 所以说STB可以按下去复位 复位以后 把尿盒板筋装上 把尿盒装上 机器爆温度传感器故障 请检查温度传感器异常 这时需要更换温度传感器 把尿盒板筋拆掉 更换温度传感器后 OK OK 谢谢大家